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 安妮怎麼了 全民學機咎 安妮怎麼了 的創辦人楊祥文 在加入機咎之工之後 看到了台灣機咎領域的缺乏以及不足 因此開始創立團隊 利用影音呈現的新方法 開設機咎課程的方式 來協助機咎知識的相關推廣 這就是我們擅長我們有資源的事情 再來就是其實 以一個影像去做教學 它是一個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我想一直拉著招 所以我們在發覺現在很多人 都開始拍一些什麼線上課程 當然有些疫情的因素存在 但是其實在影像上面 它可以一個好的影像 它可以提起我們過往的面獸 可以把它這個課程時間 壓到1 2 2 到2 2 左右 對於民眾來說 他今天學了這個東西以後 這不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不會每天就去做這件事 他可能說明天學完 然後過了三年後 他才遇到一個狀況 然後他必須去做出 一些相對應的反應 所以對於民眾來說 我們教他東西 是希望去改變他的行為 對 那我們不是期望他可以背出那個 叫做CD 或者照那個步驟去做 但是救護人員就不太一樣 就是他當然 他在做的時候 他就會有他心中的一些程序存在 那這兩種教育策略 會有點點不太一樣 就譬如說像我們在做 影片上的拍攝 我們會 對民眾來說 我們就會加上 更接近真實的一個狀況 減少他經驗轉換的一個門檻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就在一個 白白的教室裡面 然後去拍一些急救的流程 這跟他到時候 遇到的真實情況 覺得是長得不一樣 那他之中間會需要一點經驗轉換 他可能會轉不過去 但是如果說他今天一開始看到的內容 就是一個 相對貼近他真實 他是在一個路邊 他是在一個公園裡面 那他更有機會 把這樣的一個經驗 直接反射 應用在他的一個表情上面 但是在救護人員的上面 我們就會盡量讓他更 平衡一點 就是更乾淨一點點 不會有太多的情緒 外界的感染 我一定要把這個程序講清楚 那講清楚以後 他未來就 照這個程序去做 所以這兩種策略是有點不太一樣 除了教材的開發 揚翔完的團隊 也致力於教學方法的改進 將線上、線下做結合 在線上學習後 到實體合作定點 進行平均45分鐘的操作課程 讓學習的效率能夠有效的提升 安妮怎麼了 更將課程利用工作坊的形式 推廣給對於 極舊有興趣的民眾 以及國高中的建教老師 讓民眾都能夠了解課程的內容